现在,恐怕没有多少人,记得已经变成一位老人的国际巨星,旅日流行音乐先后欧阳飞飞了,他上世纪七十年代走红,动腾歌坛几十年,直到2011年,他在日本歌坛创下的纪录,才由韩国机远歌手宝儿打破, 他的原唱歌曲热情的沙漠感恩的心,逝去的爱到久唱不衰,欧阳飞飞,祖籍江西吉安,出生于中国泰安,欧阳飞飞的年龄成迷,有1948年,1952年都几个说法,1970年,他被日本东芝唱片公司邀请赴日本发展,他是第一个在日本走红的华人歌手,1971年9月,他的首张日语唱片《雨中徘徊》, 卖了125万张,轰动日本,获得新人奖,从1972年起,他连续两届进入了在日本相当于春兰地位的红白歌会演唱,红白歌会是代表日本最高水准的歌唱晚会,他作为第一个外国歌手参加,1975年,他成了第一个在香港拍歌唱的台湾歌手,1978年,他开始在东南亚巡演, 并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台湾开歌唱的歌手,蒋经国的夫人也慕名去看这场演唱会,1982年,欧阳飞飞演唱的日本歌曲《使趣的爱》,获得全日本唱片大赏最常唱肖奖,与有限祖宋大赏特别奖,奠定其国际居新地位。 2008年9月,欧阳飞飞在日本推出单续语中的纽约,第二年6月,他参加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第二十借金,取奖颁奖典礼,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,欧阳飞飞诞出歌谈。 2013年8月,他在香港宏馆举行演唱会,1978年,欧阳飞飞与日本赛车首市场撞击的婚礼,轰动一时,市阳撞击飞于美六十年代之世界赛车时节之一。 2016年5月18日,市场撞击病逝于日本东京,十年七十七岁,二人结婚三十八年,一直没有有生育。 几十年来,欧阳飞飞不变的是他标志性的卷发,有评论认为,欧阳飞飞传奇般的保持着青春与活力。 他几十年不变的发型,似乎要告诉人们,他不是个热衷于景跟时尚的人,而他却是永远的时尚潮流的代言者。